茶字拆开就是人在草木间 无论是高丽贡山的古树茶 还是韵味悠长的昌宁红茶 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本期连线来自宝山的茶人们 要和我们分享他们的好茶 我叫李少佛 叫阿祖 我是一个以茶为生的茶人 祖祖碑 金茶 胡茶 到我这一代 穿帮了一个青梨古树茶 城邦了一个不明茶叶 这瓶古树茶它的树林在鹅秦四伯多年 相知品古树茶我们联系 共有鹅果古树茶群座 此时的根据我们鹅令 鹅令普查下来的数字是鹅王四伯多州 我们的祖先以茶为荣 把茶叶拖到山外区 换回了一五瓶两食油药 养活了全家人 到最后再来与古树茶进行了创始的保护 五八九年一两五月干礼市场 有一部分群座 起出来要把这个古树砍掉 多数人一定反对 和演习的古树 都已保存下来 阿公这棵树有多古了 哦 生在这棵树市呢 鹅秦四伯多年 祖祖碑比赵祖公道库下来的 对古树山的选茶 古树茶的保护知识 加把水果都做到家喻不想 苦茶 哀茶 人 非识爱读爱读 煌茶 严重 我手里的古树茶已经走出了大山 飘扬破海 成为爱查人 真是爱的 我父亲曾经对我说 你这一辈子呢 比如要看好 铺好这片古书场 你爱他 敬他 他一样会 可以带你 明星山清水星 古书场秋山 是法自然的酒精 经常能力 我们会赏白塔 爱护塔 火焰烟